盘点将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十九名 宁翠衙 实力世间巅峰级别 草原金帐王庭国师 草原第一强者 原而说他的实力还在天之子阿达和大将军乐部之上 毕生只修念力 以草原祭祀为术 经历数十年静修 深厚无比 即便是念力雄魂如海的宁缺 在荒原上遇见这位国师时 都险些吃了大亏 桃山光明记 宁翠衙应邀来到桃山 赵南海带人捣乱时 宁翠衙与赵南海有过一场念力比拼 结果是宁翠衙胜 宁翠衙的境界是知命巅峰 但是如果配合草原血迹大阵 原文明确说 他拥有破五境的实力 书院灭西陵之前 宁翠和于莲入草原暗杀金帐王庭强者 在击杀阿达后 宁翠找到宁翠衙 等待他的是国师 以佛法及信仰之力 以巫道收集灵魂 再以道门手段 借天地之士 造了一座 以整个金炸王庭部落的沙魂 以及无数怨魂组成的大阵 未摆下此阵 国师不惜折损寿援 即便是强如于莲 也称这座大阵有点意思 只是这座大阵虽然能困住宁缺 却轻易被于莲识破 宁翠衙虽然是有血迹大阵在手 仍不是于莲的对手 只有自保的份 最后于莲爆发小宇宙 连出十余掌 催动魔宗功法 将国师摆下的大阵彻底摧毁 宁翠衙死于宁缺的浩天神辉之下 宁翠衙排名不是很高的原因 一来 他的巅峰战力需要大阵加持 其二是 大阵防御力惊人 攻击性一般 盘点将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十八名 中年道人 实力世间巅峰级别 支手冠冠主陈某的师弟 支手冠第二高手 修行界没有几个人知道 中年道人的存在 甚至无所不知的余莲 对他也一无所知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强大 多年前夫子用一根木棒 迫使冠主陈某远离陆地 而从那天开始 支手冠往后数十年的一切 便是由那名中年道人处理 举世发堂开始后 李曼曼无惧致支手冠 等冠主赶来时 中年道人已经给李曼曼 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原文是 大师兄从草下钻了出来 头发和棉袄上沾着草枝 唇角残留着写字 看上去显得有些狼狈 应该是与那名中年道人交手受的伤 中年道人是支手冠第二高手 一招出手 意识识破天惊 所以大师兄受了伤 此时的李曼曼已经学会了打架 中年道人的实力可见一般 冠主派熊出没 赵南海和中年道人 围杀叶红瑜一战 自小就在支手冠修行的叶红瑜 认为中年道人的实力 尚在二人之上 是三人中最棘手的 不久三人联手攻击叶红瑜 中年道人表示 当年魏光明盼离陶山时曾说过 我心光明 烦龙何能困 我不及光明老人强大 此前冠主也认为 魏光明才是道门第一人 因此中年道人若于冠主和魏光明 排名第三 问题不大 高于熊出没 叶苏 叶红瑜等人 书院面西陵之战 渝联第一次见到中年道人后 认为他实力神秘莫测 而中年道人面对渝联时 也比较轻松 并没有惧怕之意 渝联向来是天下英雄如无物 对熊出没 金杖国师这种破五镜实力之人都不屑一顾 却很重视中年道人 大结局时 渝联爆发小宇宙 一举击杀了赵南海和熊出没 却唯独没有对中年道人出手 除了中年道人没有犯下什么大恶事之外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是渝联并没有信心 在短时间内收拾掉他 对战叶红瑜的时候 施展过天下西神职 关于境界方面 中年道人大概率应该是知命境巅峰 因为此前哪怕是身陷绝地 中年道人也没有施展出五镜之上的境界 不过这并不妨碍中年道人的强大 盘点将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十七名 齐山大师 实力世间巅峰级别 佛宗大德 烂科寺长老 百年前玄空寺前代讲经首作的私生子 连生大师的点画者 连生心中真正佩服的人 排除书院这个特殊的地方 齐山大师应该是整个修行世界辈分最高的那个人 比取尼玛地高 甚至比西陵长教还要高半辈 世间绝大多数人在他面前都要执弟子之礼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齐山其实也是一位极度被低估的大修行者 在修行界的传说中 齐山大师是在建圣柳白之前 公认最有希望破五镜 甚至能够超凡入圣的大修行者 数十年前 大陆南方遇着一次极恐怖的洪灾 各国将低接连破毁 齐山大师率四中僧众出瓦山救灾 途中就得灾民无数 齐山大师操劳成疾 又在处理灾民遗体时染上尸毒 险些重病不起 不久南进的大堤 在某夜出现了溃堤的前兆 齐山大师见此情形 不须病重直身 脱去僧医 纵身入虎 以难以想象的修为境界和意志力 拦在那段将要崩溃的长堤前 坚持了整整一夜 以一己之力把整个南进 乃至半个大陆都保住了 经此一夜 齐山大师数十年的功力 就此消耗殆尽 纵使病愈后重新修行 也再没有可能恢复到最鼎盛时的状态 自此之后 他不得不永世停留在那道门槛之外 再也无法触碰到人间之上的领域 宁缺和桑桑烂科寺之行 齐山大师在灯枯尤尽的状态下 依旧可以道真言 助宁缺直接震退 知命巅峰的七念 又强行开启棋盘世界 最终寿终正寝 齐山大师少年时便通读所有佛经 勿所有佛法 被玄空寺当时的首作 视为不二传人 然而大师不忍见封下黎明苦楚 最终破山门而出 去了烂科寺 齐山大师早年间的境界 猜测应该是知命巅峰左右 毕竟公认柳白之前 最有希望破五境的修行者 实力下限 应该是不可知之地的 三位天下行走之上 上限有可能是 接近颜色未光明的存在 只是缺少一些比较直接的证据 就像离别